大家好,欢迎来到善意妖装修,我是善意 智能马桶有必要吗?是不是智商税? 普通马桶就一定low吗?就不能用吗? 价格差了5倍,为啥就不能买便宜的? 恰巧一段时间和一个朋友闲聊的时候谈到了马桶的问题 他的立场非常鲜明,认定了智能马桶就是智商税没必要 而我呢,刚做完智能马桶的那个盘点 所以啊,就正面的讲了一些智能马桶的好处 然后呢,我俩就杠上 你就说你家用的是啥马桶吗?是智能的吗? 那我现在这个房子是普通马桶 但是办公室呢,是智能马桶 那你为啥家里不全改成智能马桶呢? 如果再换呢,我肯定换智能马桶 但是现在用的好好的,我没必要换啊 你看你看,你也说用的好好的,没必要换了吧 那还有一个原因啊 就是这房子马桶附近呢,也没有预留插座 走明线太丑了,而且有隐患 改呢,也有点麻烦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 就是普通马桶用的挺好 没有到必须换的程度 而且啊,你也觉得为了使用智能马桶 装个明线没必要,对不对? 你这么说也有道理 但也不完全是这么个事 那普通马桶呢,我用的时候 也会觉得没有智能马桶好用 只不过啊,这个普通马桶也是3000千才装的 还是会觉得就这么扔了,有点浪费 你别扯那些没用的 你就是觉得没必要,承认吧 行吧,那你的意思就是 只要我没有把普通马桶全换成智能马桶 就证明智能马桶没必要,是吧 那我换个角度说啊 现在没用智能马桶 我其实呢有点后悔 如果再装新房 我肯定全用智能马桶 诶,诶,你在这炫富呢是吧 你让说你有钱可以任性呗 智商税也无所谓呗 不不不不不,不是那意思啊 我是真的觉得智能马桶还挺有用的啊 比如说冬天气温低 你智能马桶那个马桶圈能发热啊 它是恒温的,不凉 答住吧,你说这个就是智商税 我买个马桶垫一样能解决啊 那马桶你一天坐几个小时 为了一个小时的使用 24小时发热,那不费电吗 你还可是炫富是吧 马桶圈加热开最大也就是三五十瓶 正常一天呢也就是几毛钱 你买马桶坐垫那不也是钱吗 我再说一个只有智能马桶能实现的吧 它可以喷水洗屁屁 无论是负洗还是洗菊花 用它能冲洗 那肯定比不用水硬擦干净吗 哎呀你拉倒啊 你那意思就是没有智能马桶 你还擦不干净屁屁了 你说这个事啊 首先洗澡就能解决 你平时洗澡啊 其次呢接喷热水 它也能洗啊 不仅能负起那还能洗丁丁呢 你用智能马桶的水 你支丁丁 你受得了吗 你这个属于是抬杠了 按照你这么说 那洗澡也不一定需要用凌云花擦 你也整个盆洗呗 这个虽然洗不了丁丁 但是洗菊花和复洗 肯定是比盆方便 这个你认吗 行吧行吧行吧 算你方便啊 哎你承认方便就行了 让方便啊 它也是智商税 我就是觉得不值 行吧那你仔细说说 那到底为啥不值 我也听听 行你要听 我就跟你好好讲讲 你别觉得自己有几个粉丝 就说啥都对啊 我捋捋啊 大概一共是这么六点 第一价格贵 智能马桶好几千 那普通马桶呢 就几百块钱 跟智能马桶相比 它就是个零桶 那差了有五到十倍呢 中间得差好几千块钱 这年头好几千可不是小数吧 第二洗不干净啊 你这就光是喷水啊 那和洗澡相比 它没有沐浴露 那和手搓相比 它劲儿还不够大 那咋就能洗干净呢 而且啊 你那就是自来水 杀菌消毒的也不做 那能直接洗吗 不脏吗 第三浪费时间啊 正常你上完大号擦它就完事 用上的马桶 你还等着它给你冲 冲完之后啊 湿漉漉的还滴着水 还得吹风去烘干 而且呢 它实际它也烘不干 最后啊 还得再擦一遍 给你涂啥呢 第四容易选错 之前啊 我朋友家买的智能马桶 装上了用不了啊 说是水压不够 还得换一个 来回折腾啊 光运费就大几百块钱 而且啊 换了个低水压 能用的还得再加一千块钱 这个你应该比我接触的多啊 你应该知道啊 第五 故障罢工 普通马桶呢 不用电 那基本的也没有电路故障 这一说 但是智能马桶啊 它是用电的 那就存在着一个故障的可能 现在好多家电啊 更新速度快 那坏了呢 我都找不到配件 没法修 或者啊 修一次太贵 还不如换个新的 你非要买智能的马桶啊 坏了 修不好了 那不就整个都废了吗 第六 有安全的风险 这个还是你跟我说的吧 有智能马桶漏电的吧 新闻本人烫伤的 这个虽然不是肯定会发生 但是如果不用智能马桶 是不是百分百就没事了 行吧 我就先给你整个六条罪状 剩下还有一堆 什么各种血涂的功能 那我都懒得提了 你这连钟炮似的 你这是有备而来啊 那你别整没用的 你就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吧 有点道理 但是呢 还是片面啊 不够全面 怎么着你这也要憋个大招啊 那给你机会 你也讲讲 那智能马桶 为啥不是智商税 也谈不上啥大招 刚才你说的这些 我还真听进去了 有几条啊 听了好挺有道理 但那不叫智商税 它其实主要是不会选导制 比如说你说的价格贵 那智能马桶也有便宜的 一两千的也有 普通马桶呢 也不都是几百啊 那好一些的也要过千啊 还有好几千的呢 同等档次 智能马桶可能确实比普通马桶贵一些啊 但是也不算离谱 再比如说故障罢工和安全风险 那要是像你说的 四个家电就有故障率 那也没见谁家就彻底不用电器了 是吧 这安全风险也是一样 低档杂牌呢 确实风险大 但不代表正规品牌的正规产品也不行 再再比如你说那个选错了那个啊 普通马桶 那也有人会把恐惧选错啊 那一样也装不上啊 但你刚才说的时候啊 我也在反思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啊 智能马桶还是个新鲜玩意儿 那确实容易选错 也确实没有用智能马桶这个习惯 你说那个洗不干净和浪费时间啊 我觉得主要还是没养成习惯 所以呢会在这个点上有质疑 用水洗啊 其实是没问题的 现在大多数的智能马桶 洗屁屁的水和冲厕所的水啊 都是分开的 而且有些智能马桶洗屁屁的水啊 是有前置过滤的 还有一些呢更高级 它里面已经装上了UV出菌 也就是紫外线的杀菌 这个杀菌肯定没问题 比普通自来水呢 它还是干净的 很多人久坐啊 都会成为有志青年 一旦身有大志还是挺痛苦的 一个预防的办法呢 那就是每次上完大号都用水洗 只要你洗的够干净 就好得多 你也不用问我咋知道啊 我一个朋友告诉我 有很多对身体有益的习惯呢 初期都被误认为是没啥用 浪费时间 其实呢 它主要是个习惯问题 哎哎哎 看你个意思 你是非要铁类心 给智能马桶站台洗地呗啊 不至于不至于 其实啊 我觉得你说那几条 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 那确实不太容易选对 也不太容易改变习惯 这挺合理的 我前段时间不是坐那个智能马桶的盘点了吗 我其实坐的时候已经挺用心的了 但是还是把其中一个品牌的名字给人家读错了 人家本来啊 叫瑞尔特 我给人读反了 这评论区里被观众一顿问候啊 那是相当丢人啊 后来查了一下 这个瑞尔特啊 还是个A股的上市公司 产品呢也挺火 很多看过我那个智能马桶盘点的人啊 他家里其实买的就是这个牌子 像我这种长期进行这个行业 都偶尔会犯这个错 那要求普通消费者也必须啥都懂啊 永远不犯错 那确实不合理 如果说一个消费者没有修炼成专家 这类产品就容易买错 我觉得那不是消费者的错 而是产品的错 我再举个例子啊 就比如说净味啊 很多智能马桶都说自己有除臭净味的能力 有些啊 说用的是活性碳或硅刀土 但这种啊 是靠吸附啊 他用耗材 刚开始用还行 但吸附饱和之后 如果不更换那个耗材啊 他就废了 还有一些啊 说用的是光出煤脆化啊 或者是其他的脆化技术 但这种净味的效果啊 其实也不咋地 你别说马桶里这种味儿就解决不了 那冰箱里用出煤的 它净味能力也不行啊 马桶呢 肯定比冰箱里面充多了吧 不过也不全都是不靠谱的啊 我看了一个用水净化的 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扯 但是我仔细研究了一下 因为厕所里面很多臭味啊 比如说氨气和硫化性 其实它们都是溶于水的 所以你用水来净化 这个其实还挺科学的 直观感觉好像不靠谱 但是其实反而是真正靠谱的 对啊 你看这里面啊 完完肉太多了 所以就说是智商税嘛 我也不是说什么样的智能马桶 都一定是不行 你要是知道怎么选能选对 智能马桶啊 确实有好处啊 这个呢 我也同意 嗯 我明白你那个意思 就是这里面坑多嘛 这个我同意 但是说智商税这个词啊 可能有点不太合适 咱们换个说法 说不好选 误区多 容易挨坑 那没毛病 我也同意 我一直倡导的都是按需选购 一方面啊 你得知道自己的需求是啥 不能跟风 看人家买 你就跟着买 那有一些啊 不一定适合你 另外一方面呢 对于这种不算便宜的耐用品 买之前啊 真的要多做点功课 搞清楚每款产品 都有啥功能在出售 别一碰到大厨就着急买 那买回来又买错了 那你刚才说你家下回装修 肯定买智能马桶 那你会买多少钱的呢 买啥样的呢 你看我刚跟你说按需选购 你打听我买啥有啥用呢 我买的也不一定适合你啊 哎 我又没问你具体的品牌和型号 你就大概说说嘛 我又不加装修 好像说也要买一个 哎呀 要这么说 简单梦参谋参谋 其实上回盘点啊 讲的已经很细了 我建议你去看一遍 你要是没时间仔细看 我先给你简单说 三个主要的重点功能 这个都是值钱的功能 首先要选油水箱 不受水压限制的 这个一方面可以防止 买了水压不够装不上 而且啊 有水箱的有很多 都有冲水加压 它这个耗水更少 但是呢 冲力更大 其次啊 建议选油泡沫盾的 有了这个功能啊 不但能隔绝臭味啊 而且还能防溅水 你懂的 这个虽然是个耗材啊 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值的 最后还有一个值钱的点 就是自动翻盖 你要是给老人买呢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实用的 你不用弯腰 脚杆就能自动翻盖翻圈 这种杆是翻盖翻圈的 实现技术挺多的 你可以重点看看微波市 行我就先说这仨吧 再往细筛那就复杂了 我上次盘点 可列了三十多个项目呢 那你再给个加位的范围呗 多少钱合适呢 那多少钱得看功能啊 如果是刚才说的这仨功能 有水箱 有泡沫盾 还有自动翻盖翻圈 这仨多有的话 最少也得接近三千块钱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上面这个对话 肯定有我后期的加工和演绎 不过基本轮廓就是这样 作为一个装修内容的创作者 选普通马桶 还是选智能马桶 其实啊 我没有明确的立场 可以说是都行 我更期待的是 通过这种方式 能够听到大家内心真实的想法 你刚才在听我讲这些的时候 你有没有什么地方是被触动了的 你觉得智能马桶好 还是普通马桶好 为什么呢 期待在评论和弹幕里 看到你们的发言 或者是吐槽 球赞球币球转球关注 播放越多下集来的越快 我们下集再见